魏无羡一个早上都没再说话 他一反常态 和蓝忘机相对无言地 把午饭吃完 就拉过被子做事要睡觉 蓝忘机知道他现在需要时间冷静 也不打扰他 默默地从房间里 退了出去 在病房区的走廊上坐着 那份检查报告上 白纸黑字写着两个字 认身 魏无羡怀上了他们俩的孩子 面对看这份报告 蓝忘机又喜又敬 这孩子来得巧 赶在了魏无羡失忆的当口 蓝忘机拿到报告后 先是和医生谈了许久 确定不会影响魏无羡 线下的身体状况 又问过许多注意事项 才带着报告回到病房 遭遇车祸 孩子的状况还有待观察 不管能不能留 要不要留 都得魏无羡配合 若是处理不好 甚至会影响魏无羡的身体 这事是绝技瞒不了的 但蓝忘机想了一路 都不知如何向魏无羡开口 他的爱人 孩子的父亲 在病房里忘记了一切 回到了七年前 蓝忘机不知道魏无羡 会如何看待这个突然而来的孩子 他更不愿意给魏无羡任何压力 谁知魏无羡在蓝忘机开口前 就发现了结婚的事 给了他往下说的机会 魏无羡看到报告单时 毫不意外地 惊的话都说不利索 蓝蓝蓝蓝蓝战 这什么意思 他把报告单丢回给蓝忘机 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那张纸 我觉得我突然不识字了 我失忆了 脑子不好使了是吧 蓝忘机把报告单放在一旁 安抚着握住魏无羡的手 魏无羡一个机灵 甩开了蓝忘机的手 我 魏无羡 我怀孕了 肚子里有小孩的意思 蓝忘机收回手 悄悄握紧拳头 语气依然平缓又温柔 是的 魏无羡目瞪口呆 好半晌才缓缓开口 原来我真的是个Omega 他喃喃着念了几回 突然又想起一事 所以我已经被标记 孩子都有了 标记自然早就有 魏无羡心里清楚答案 可还是做 了起来 手忙脚乱地翻着衣领 他看不到脖子后面 慌慌张张地催蓝忘机 快给我找个镜子来 我要看看 蓝忘机拿出手机 拍了张照 给魏无羡看 照片中 那截干净的脖梗上 有一圈淡白色的疤痕痕 是Alpha咬下标记后 落架而成的 这道疤无法去除 代表看Omega 被Alpha最终标记 从此 他们的信息素会纠缠在一起 再难分开 魏无羡看着照片 手探到脖子后面 企图在平滑的肌肤上 抚摸拿到疤痕 又在蓝忘机的注视下 游游郁郁地俯上小腹 衣服下面的肌肤柔软 即便是轻轻按压 也感觉不到异样 难以想象 这般平静的皮肉之下 正孕育着一个小小的生命 是他和蓝忘机 共同构成的生命 而在他的认知里 他不过才大二 需要发愁的是 仅仅就是挂科和明天吃什么 眼前这一切都是凭空出现 狠狠地砸在他面前 扬起满天灰尘 扑得他满头满脸 看不清方向 他按着小腹 朝蓝忘机露出一个 欲哭无泪的表情 蓝湛 我觉得我好像在做梦 魏无羡睡着了 蓝忘机没在进屋 一直在门口坐着 直到听到病房里有了动静 他才站在门边 抬手敲了敲门 魏无羡睡得迷糊 头发胡乱翘着 睡眼惺忪地往门边看了一眼 看清是蓝忘机 他的眼神逐渐聚焦 清醒过来 睡前的一切随着意识复苏 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和眼前这个人 有孩子了 魏无羡意识不知如何面对 慌忙间转开视线 进来啊 你进来还敲什么门 单人病房收拾的整洁明亮 阳光从窗外透入 铺陈在这一方安静的空间里 魏无羡坐在床上拿着手机 不知道刷着什么 即便是与魏无羡早有默契的蓝忘机 此刻也难以琢磨他在想什么 魏无羡意反常态 没有同往日一般惊异或者玩笑 他静静地坐在那儿 一句话也不说 这般反常 蓝忘机却不觉得心慌 魏无羡在大学时确实是魂 逃课早退夜不归宿时尝试 甚至性子急起来 还和外系的同学打过几场价 但遇到大事 他绝不是逃避或者随意糊弄的性子 蓝忘机知道 他会认真考虑 所以给他留足空间 不想左右他的决定 反正无论他做任何决定 蓝忘机都会支持他 谁知魏无羡埋头玩了一会儿 突然把手机一摔 倒在床上 蓝忘机被他吓了一大跳 连忙上前查看 便见魏无羡羊躺在床上 瞪大眼睛 啊呀蓝颤 我头晕 他的脑震荡还没好 医生说过 须得静养 蓝忘机一阵紧张 俯伤魏无羡额头 我去喊医生来 还没起身 魏无羡就 抬手抓住他的手腕 喊住了他 没事 不用 我就是 他指住话头 不知从何说起 蓝忘机没有催他 他的掌心宽大温暖 扶在额头上 手指压着魏无羡的太阳穴 轻轻按压 温柔的动作 渐渐腐顺了脑海里混乱的思绪 魏无羡觉得心头开阔许多 闭了闭眼 问了线下最紧要的问题 孩子 情况怎样 医生怎么说 检查报告上都是 让人眼花缭乱的数值 魏无羡看不懂 蓝忘机把先前医生说的话转达给他 目前看来情况良好 但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魏无羡顿了顿 由衷感慨 牛逼 蓝忘机不解 魏无羡指着自己的腿 我都被车撞成这样了 他都没事 说完 他小小声说 不对 他在我肚子里 那我也很牛逼 手上动作不停 蓝忘机轻柔着他的太阳穴 继续说道 这段时间 你需要卧床静养 尽量减少走动 之后如何 先等你身体稳定了再说 我现在也没法走动啊 魏无羡苦笑 他闭上眼 享受着蓝忘机的按摩 你就放心好了 我肯定先把伤养好 不然每天只能这样躺着 也太难受了 至于这个孩子 至于之后怎样 就再说吧 病房里又恢复了先前的沉默 安静地几乎能听到两人的呼吸 魏无羡柔顺的闭着眼 任由蓝忘机摆弄 他的发丝 被蓝忘机的指尖挑乱 小草一般胡乱直看 让他看上去 确实像个大学生 和记忆里七年前的那个少年重合 只是在七年前 蓝忘机绝技 想不到自己会和魏无羡 进行这样一番对话 就在蓝忘机以为魏无羡 已经再次入睡时 魏无羡的眼睫轻眨 突然开口道 蓝战 如果我做了什么你不喜欢的决定 你会怎么做 不会 蓝忘机斩钉截铁地说 你做的决定我不会不喜欢 你只需按照自己心意去做 文言 魏无羡翻了个身 正开了蓝忘机的手 扯过被子 掩住了半张脸 他的声音闷在被窝里 你给我点时间 我再想想 我再想想 5 5 6 6 6 7 6 感谢观看